为了能在荒野中打上台球 兄弟二人徒手建造台球厅 给球台上完水泥之后 哥俩跑到了二大爷家的后花园里 取了点二大爷养的多肉之夜 又收集了点有色原材料 一顿倒步之后 一瓶瓶唇天然无公害的颜料就完成了 与此同时 他们在河边的石头上 将木头都磨成了一个一个的圆球 用来做成台球 之后他们回到台球厅 将球台染成了绿色 随后又将台球厅的各个细节都涂上颜色 一顿艺术操作之后 台球厅焕然一新 整个球厅的逼格瞬间被拉高了一截 之后哥俩又从二大爷家借了点细杀 他们将这些细杀案一个一个的小方格涂在了地上 给台球厅铺上了一层地板 然后他们将刚刚做好的台球和球杆拿了拐 摆好之后 他们又不知道从哪里拿来了一堆水果 现在台球厅有了 美食也准备好了 就差三五好友陪在身边了 哥俩决定去寻找自己的好兄弟们 此时好兄弟们正在隔壁打拳击赛 突然出现的哥俩 被误以为是来踢管子的 差一点就挨了一顿销 不过还好哥俩反应快 直接使出看家本领 跪地求饶 才幸免于难 随后他们将众人邀请到了自己的台球厅 开始了激烈的斯诺克大战 众人嘻嘻哈哈 吵吵闹闹 饿了吃水果 累了就休息 玩着自己爱玩的游戏 身边好友陪着自己 这不正是每个男生最向往的生活吗